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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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观众您好 我是曹立宗 又在空中主日学跟您相遇 这一段时间我给大家讲 福音的四个方面 宣道会的创始人 宣信弟兄称他为四重福音 四个方面的福音 耶稣基督是救主 祂是使人成圣的主 祂是医治的主 祂也是再来的君王 那我们已经有好几次来提到 耶稣是救主这一件事 今天开始我要讲到关于成圣 祂是我们成圣的主 我要读一段圣经的经文 在以福所书第一章 以福所书第一章 从第三节开始 以福所书第一章第三节 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为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造他丰富的恩典 保罗在这里提到救恩 借着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 担负我们的罪 我们的过犯 而祂的血能够救赎我们 买赎我们 我们可以得到赦免 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 可是在这里提到 祂有一个目标 祂要我们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事实上祂把这个当作救恩成全的事 祂不是说 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要我们去追求圣洁 祂来是说 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 主 想要把这一件事情 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这是救恩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的主 祂不但是救主 祂也是使人称圣的主 祂是saintifier 使人称圣的主 讲到圣洁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并没有那么明显的 很普遍的 有圣洁的形象 你打开报纸 你看见 好像没有那么让人觉得是一个 圣洁光明 让你觉得很甜美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这个世界 似乎没有那么明确的 圣洁的形象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 美国有一些年轻人 他们彼此立约 要婚前守真 所以他们戴一个戒指 做守真的戒指 一个记号 可是却被学校判为 违反校规 看为坏分子 这是很奇怪的事 我知道有的学校 不让学生戴戒指到学校去 好像我们在台湾 中学生或者是国中生 June High School的学生 好像不准戴戒指去 有些很多学校这样规定 那你可以请他不要戴 可是 可是我们应该先称赞他们 愿意 有这个盟约要在婚前守真 可是这个世界已经变得 似乎不是这样 可是当然我们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方向来看的时候 我们这样讲更好一点 就是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 这个世界仍然有圣洁存在 还是有一些人 或多或少 在有些地方也许这种人多一点 有些地方这种人少一点 还是有一些人 他们喜欢走在圣洁的道路上面 就像古代也是这样 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 犹太人因为他们有比较 圣经里面的一些神的律法 所以他们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他们可能比旁边许多的人 都更走在圣洁的道路上面 所以有一些圣经称他们为外邦人 就是犹太人之外的 当时罗马世界的人 他们有的就喜欢到犹太的会堂去聚会 甚至受割礼加入犹太教 在使徒行传里面称他们为入犹太教的人 或者如果他们没有受割礼 但他们尽量遵守犹太人的律法 就称他们为敬畏神的人 一直到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人在 在我的教会我也曾经 好几年前我曾经给他们有一个成年礼 我不是只给满了二十岁的人 因为我们如果每一年都办一个这个 我们教会人也没有那么多 而且多办几次也许成为平常 所以我们好几年才一次 所以我们会定规一个 我们那个时候定规 比方从十二岁到二十岁左右 因为十二岁等于是开始要预备自己成年 我给他们设计一个聚会 他们有一些人在里面有一些节目 而且我送他们每一个人一个戒指 我不是一个普通在路上街头买的戒指 那个材料是很好的 他们说是做太空船的材料 就是钛合金的材料 很好的戒指 也很漂亮 男生有一种形式 女生有一种形式 我上面也刻了字 我跟他们说这是针结的戒指 希望他们有这样一个心智 要在婚前守真 而且我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曾经失败 从现在开始愿意婚前守真 还是算数的 我发现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有些十几岁的孩子 他们有时候到学校就不能带 到了周末或者回到家 他们有时候就会带着 礼拜天我有时候看见他们带着来聚会 我都很受感动 提醒我继续为他们祷告 在祷告中支持他们 祝福他们 求神保守他们 我也看见在教会里面 我想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人 也许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人 他们已婚或者未婚的一些 社会青年 他们留意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留意走在他们良心觉得合宜的道路上 保守自己的言语跟欣慰 他们不放纵自己 我觉得那是非常宝贵的 上帝是圣洁的 他盼望我们跟他一样圣洁 我认识有一些人 他们非常小心 不让自己沾染一些不洁净的事 他们避开试探 特别保守口舌的清洁 因为我们有很多不清洁 从我们讲的话语来的 他们多花时间祷告 安静 默想 他们在人前人后都学习这样 像大卫一样 他说我终日等候耶和华 他们终日等候神 所以等候神不是只坐在那边安静 那是一个整个的生命 他们带着一种安静的心 凝聚在神的面前 让神的道或者神的同在 好像沉淀在我们生命里面 生命够安静 我们才会能够分辨 这个世界的声音 跟我们内心良心的声音 或者是上帝的声音 我们才可能走在一个 真正美好的圣洁的 合一的道路上面 属灵应该24小时不打烊的 我们整个全人 全生命都尽量这样 我看见这些人 他们 我想他们心里面存着一个态度 他们希望到那日 到有一天我们需要 每一个人都需要 站在上帝的台前的时候 能够没有羞愧 如果你跟我一样 认识几位 认识一些这样子的人 我们是有福的 我们有像这样的榜样 在我们的旁边 或者是我们的同伴 我们大家彼此激励 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 无论价值观怎么改变 无论到后来 过去认为不对的事情 都变成对了的 可是我们有另外一方面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想要走在圣洁的道路上面 神希望这样 祂的救恩 要我们成为圣洁 甚至无有瑕疵 我也认识有一些人 他们那么安静内敛 他们不浪费生命 在那些急营奔跑 这些钻营上面 他们不让自己 变得一口两舌 他们追求主 长久的 常常花时间 进入在神的同在里面 不是只有祷告的时候 这样 在他们平常的生活 他们也注意这个 他们的生命 常常带着甘甜 尊贵 喜乐 爱 有圣灵的感动 我觉得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有的人想到圣洁 只想到不做哪些不好的事情 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的圣洁 不只是这样 他不只是不做一些不对的事 圣洁事实上是一种生命的样式 是一种 是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而不只是我们做了怎么样的事情 神想要把我们制作成一个样子 是像他一样的 圣经说 神自己讲说 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要圣洁 他希望我们跟他一样 他希望我们洁净自己 好像他洁净一样 所以约翰讲到这个的时候 在约翰书第三章提到说 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他 然后我们必要像他 这是一个最大的盼望 我们可以像神 可以跟他一样 我们原来从他而出 我们被他所造的 人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并不是这样 逐渐进化来 有一天 就是偶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并不是这样 上帝造我们 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 神爱你 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他想要我们跟他一样 其中一个他强调的一件事 就是跟他一样的圣洁 我认识一位老牧师 我曾经从他得到很大的祝福 他的生命很美好 他做很多神的工作 非常的殷勤 他一直活到91岁好像 他一直到最后还是殷勤 他去世的前几个月 我还见过他 他是在美国纽约的一个牧师 他的教会80周年 他自己90岁生日 我特别去参加那个聚会 还看到他跟他讲话 他还是很有力量 向着神 非常的火热忠心 可是另外他的生命那样安静 你在他旁边就会觉得 有一种安静的力量 那本身就是一种灵感 你的生命就会觉得 应该像那样 很多年前我听见这位牧师提到 他年幼的时候一个经验 他15岁的时候有长辈带着他 跟他跟另外一个朋友 跟他一样都是15岁的 15岁是国中要升高中的时候 看起来是青涩的年纪 好像很多父母很烦恼 这种年纪的孩子 其实上帝安排他们 要逐渐学会独立 父母却常常觉得他们是叛逆 很多的冲突 可是这两个年轻人 他有父母有长辈 可以带他们去看一位年长的 一位姊妹 是一位神的仆人 那么活在神的面前的 一位神的仆人 他们近期就跟他讲话 那位神的仆人很关心年轻人 花功夫跟他们讲话 不当做只是父母带来的附属品而已 那他们讲话的内容 大概是一般性 那位神的仆人不是稀奇古怪的人 他不会一碰到面 就只讲一些多么属灵的高调 他不会是这样 我想他关心他们的功课 关心他们的身体 各方面 很亲切温柔的一个人 可是这位牧师 后来告诉我们 他15岁那一年 去见这位神的仆女 当他们从他的房间出来的时候 他心里面好像有一种呼求 有一种祷告 成型在他里面 他说主 我要更像你 主我想要更像你 他记得那位神的仆女 在整个谈话过程 完全没有提到这一件事 他心里面有一种渴望 有一种渴慕 我觉得一个 可以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上 有这个东西 是多么奇妙 多么宝贵的 是不是吗 我想到我自己 我没有像他们很有福 从小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 我到18岁的时候 在考上大学 差不多那段时间我信了主 可是我一信主 我遇见他 那是一个 世界上唯一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的 一个力量 他不是指一个力量 他就是一位主 一位有位格的神 那也是真正能够吸引我们的心 而且那个吸引 不是让我们去放荡 不是让我们去放纵情欲 刚好相反 是使我们的生命更内敛 我们的生命更凝聚 我们的生命变得有力量 那样的吸引 把我们的心掳掠了 使我们的心着迷 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开始 我也是一样 心里有一个东西 我们要更认识耶稣 我们要追求祂 我们要像祂 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个东西 尤其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上 是多么宝贵的 今天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如果有人是这样的年轻人 我多么盼望上帝把像这样的种子 栽种在你心里面 让我们在逐渐要决定我们一生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好像落实在磐石上面 有根基的上面 一辈子 无论这世界怎么变化 总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改变 昨天我在我的教会 我们教会有一班的主日学老师 是大班的主日学老师 把他那几个孩子 都是十一二岁的孩子 非常的活泼 常常看见他们非常活泼 有时候有一点捣乱 可是他们很好 他们不会太过分 实在是非常活泼 他们老师就特别觉得 很想要我们为他们祷告 那是聚会以外的时间 我们的爱宴的时候 他说因为一两个月前 有一次我在聚会中 特别为一些弟兄姊妹祷告 也为他们抹油 他带了其中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来 我们为他祷告以后 这个老师说他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他想他班上 其他同学要蒙祝福 其实我们不是给人 祷告会有改变 也不是那个抹油有多少亿 可是主确实愿意帮助这样的人 昨天他把那些孩子带来 在我的办公室忽然 那是忽然告诉我的 我也没有什么预备 可是当那些孩子进来的时候 我很自然地就给他们讲一句话 我说我多么盼望 神把一些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会存在你心中的东西放在你里面 你有时候会好像忘记它 没有想到它 可是忽然你就会再回到这一件事上来 我也这样为他们祷告 我希望主照我们所祷告的这样成全 我多么盼望这个世界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有这样的孩子 他们里面有这样的东西 一个圣洁的好像一个种子一样 差不多在80年前 在加拿大温哥华 有一个灵修聚会 一个有名的灵修聚会 他们称为松林灵修会 有一群年轻人围着讲员 问他说怎么样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我想那个时候他们刚刚经历 在北美开始有五旬节运动 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冲击 传统的教会意见之气 有的视为异端 有的觉得各种看法 他们很想知道关于这个题目 被圣灵充满是怎么样的 那个讲员回答得很好 他这样很有意思的回答 也很谦卑的回答 他说今年我在这里做讲员 我还能够感受到去年的讲员 所带来的那个新香之气 他说那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 去年讲员当然不是他自己 是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师 叫James Fraser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 他到中国来宣教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富能人 富就是富有的富 能够的能 仁爱的人 富能人 弟兄 他确实是一位属生的人 他是一个可以称为一个很有成就的人 出生在很好的家庭 他也很有才华 他学的不是音乐 可是他会弹钢琴 而且是可以开演奏会的 人家形容说他可以到中国少数民族中间 那你当然没有琴 可以在那边待十年没有回国 也就是从来没有机会在练习他的弹琴的技巧 只要他一回英国 十年后他一回英国 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开演奏会 这样一个人 可是他把自己现身在云南少数民族中间 在一群很难教会他们属灵道理的一群人中间 埋下许多年 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生命 他曾经五年以后 他觉得他弄不下去 他几乎差不多要精神衰弱 有一点忧郁症的时候 后来主在鼓励他 他再起来以后神开始更多的做工 后来在那里有许多人献着 像这样一个人 他可以在一个灵修会服侍 服侍几天的聚会 到了第二年 人家还可以感受到那种味道 当然这个包括了 有一些人参加了去年的 他们因着他的服侍一年来有一些进步 可是似乎有的时候有一点这样 好像那个地方 因为他曾经在那边 似乎好像被分别为神 我不要讲得过多 这个有点奥秘主义 可是我个人相信 有的时候是这样 所以那个讲员讲得很好 他说今年我在这里 还能够感受到去年讲员 带来的新香之气 那就是圣灵充满的生命 我也相信是这样 所以这个世界仍然有圣洁 仍然有一群圣洁的器皿 他们所以能够称为圣洁 那是救恩所带来的 是神计划中的 他要得着我们 救赎我们 使我们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神介入这个被玷污的世界 使从其中有一些人 他们能够成圣 成圣成为救恩的福音的一部分 宣信弟兄把它说成是 是从福音的第二件事 是神想把我们带去的方向 远离罪恶 污秽 为神而活 有神的样子像神一样 也充满了神自己 充满了神对人的爱 充满了尊贵跟光明 神帮忙我们是这样 我想到一处圣经 在西伯来书第十章 西伯来书第十章 第十节到十四节 这里提到基督成全的救恩 他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 完全到什么地步呢 西伯来书的作者说 我们凭着这个神的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他说我们得以成圣 是耶稣做成的 不是我们现在努力的 进阶一些行为 去做什么事 我们不是这样入门的 成圣也不是这样入门 他说我们凭着 这个神的旨意 这个旨意就是 要耶稣来到地上 献上他的身体 来在十字架上 成全这个救赎的工作 我们凭着这个神的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 意思就是一次而永远的 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然后西伯来书说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个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 从此等候他的仇敌 成为他的脚凳 后面说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他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所以神把这个成圣说成 我们得救的时候 一起都可以得着的 我再请大家看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 这里说 你们中间从前也有人是这样 他前面提到一些罪恶 淫乱污秽贪婪 醉酒 辱骂勒索 他说你们中间从前也有人是这样 但如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且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所以保罗耶把洗净成圣称义放在一起讲 他并没有说我们先被洗净称义了 后来我们努力的追求才成为圣洁 他没有这样讲 今天有的基督徒是这样说的 可是在圣经里面并不完全这样讲 好像成圣不是一个 我们得救以后去努力要达成的目标 而是包括在称义得救恩里面 我们一起头就得着 也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 我们得着一个非受造的生命 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那个成为一个成圣的生命 是基督已经做成的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这样讲 以前我们提过 他说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 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 他成为我们的公义 所以我们可以称义 他也成为我们的圣洁 所以我们就成圣 他使我们成为这些 这就是先信弟兄所领受的 他自己成为一切的一切 我们今天连追求成圣也一样 跟得救一样 我们就是要接待耶稣 我们得到耶稣就得救了 我们今天得到耶稣也就成圣了 当然那不是说我们就成为完全了 事实上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他们容忍一些罪恶 他们有一些婚姻上的问题 还有基督纷争属肉体的行为 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可是保罗还是一起都称他们为圣徒 为什么呢 他们是被分别为圣的 虽然他们外面表现还不完全 可是他们里面已经有一个生命 是成圣的生命 那是一个栽种 所以他可能还有一些行为慢慢要改变 可是神已经栽种一个成圣的生命在里面 现在变成我们身上有两种人 一个是原来的旧人 一个是新人 神要我们那个新人能够越来越被栽培 而能够成熟 结出果子来 后来就能够胜过那个原来的旧性情 取代那个原来的旧性情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 他用了一个方式来讲 他说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有成圣的果子 既然说成圣要结出果子来 意思就是从栽种开始的 这是救恩的一个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生命 我们得救以后 神把祂的道像种子一样栽种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整个继续追求的道路 不是只是努力的想要除去一些不好的行为 接受一些好的行为 我们也需要那样做 那没有错的 可是我们应该认识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成圣的生命 你有神的同在 有时候需要闭上眼睛 安静一会儿 让我们的生命沉淀在那里 你感觉到神的同在 你继续静默在那里面 浸泡在那里面 那就是好像住在主里面一样 主说当我们住在主里面 就像枝子在葡萄树上 它一直连在葡萄树上 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会开花 结出美好的果实来 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变成最主要的事 不是只在想 我不要做什么 基督徒不准做什么 不是的 而是更多的想到 我们住在主里面 牵近祂 让我们的生命跟祂有连结 逐渐的自然的 我们会结出那些美好的果实来 所以这个成为我们基督徒 最主要的工作 一方面我们也留意 除去那些不对的 追求那些美好的 可是我们应该有更多 生命的焦点 放在我跟神的关系上面 常常留意要亲近祂 花时间安静在祂的面前 遵守祂的命令 直到我们的生命 那么多连结在祂里面 很自然地结出美好的果子来 是有一个成圣的生命 在我们的身上 这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 愿上帝赐福给您 下次我们再会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耶和华的言语比出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比出耶路撒冷 感谢观看